看准手机低价市场正好 像是HTC三星等大厂都想分是这块大饼 大陆手机品牌酷派大神就推出了6000元以内的高规格手机 这个价钱真的很吸引人 而且荧幕的解析啊 甚至跟苹果的iPhone6都不相上下 不过对于大陆来的产品很多民众还是有一些疑虑 黑白搭配极简风格 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低价手机品牌酷派大神 新产品发表 5.5寸荧幕内建8核心 1300万相机画素 美幅功能还有自拍微笑快门 一支6000块钱有找 性能差不多 当然会以价格优先来说取消 内地的那个市场做的手机 所以以前有用过一些就是 其他也是内地出台的手机 就是效果跟性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看准智慧手机低价市场 紧追小米再购 更喊出登台要卖10万只 我相信可以非常大卖 5万只10万只绝对没有问题 地下手机卡位战正要开打 跟价格差不多 6000块钱以下的 Samsung Galaxy Core Prime比一比 Samsung四核心 性能立刻大输一截 画素更是不用说 除了支援全频段4G LTE 其他全都比不上酷派大神 用料其实它是比苹果好的 对所以变成是你在看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它的那个荧幕的那种锐利度 其实是赢过苹果 实际跟苹果来PK 荧幕解析看起来不想上下 大陆手机全面抢攻 各家大厂可得风景神经 记者陈佑斌三相宜 台北报道